有一位贫穷孤独年轻的画家 为了理想在美国卡萨斯城谋生 他应聘多家报社全部失败 尝到了生活的苦难 后来替教堂作画 借用一家废弃的车库 每天在充满汽油味的车库里工作到深夜 刚刚要睡觉 到处都能听到老鼠吱吱吱的叫声 和在地板上的跳跃声音 有一天疲倦的画家 看见灯光下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 是一只小老鼠 它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 简直像在表演精彩的杂技 它在小老鼠表演完之后 这个人给小老鼠一点面包 没想到小老鼠跟他建立了信任 从来也没有伤害过他 不久 画家被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 但不幸的是 但不幸的是每次都是失败 他穷得身无分门 并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画图的天分 终于在一天夜里 他突然想起了 那只爬到他画板上的老鼠 他迅速地拉亮灯 支起画家 画出了一只老鼠的轮廓 一名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 米老鼠就这么诞生了 这个画家就是美国最富盛民的人物之一 华德迪斯尼先生 他创作的风靡全球的米老鼠 谁能想到 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 是那只爬在他画板上的小老鼠帮助了他 迪斯尼先生居住在卡萨斯城 那间充满汽油味的车库 现在居然要卖到一百万美金 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老鼠 那是天上赐给他的成功的礼物啊 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任何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心态 现代社会有很多人都说太苦了 我太难过了 你去看一看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 工人的努力 所以你要加倍珍惜自己的工作 有些青年人碰到一点点的挫折 马上就失落 颓废 要多和高人交流 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生活 任何高人都会激励你不断的去进取 有些年轻人 感情一破裂 心情一烦躁 就不想活了 台长建议你到墓地去走一走 看一看 在墓地里曾经比你拥有财富的人 拥有智慧的人 他们永远在那里安息着 在墓地的时候 你才会懂得不要去斤斤计较人间的事情 记住了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速点点差